我看好在第三季度会出现相对强劲的增长 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会从 缓慢的经济增长中复苏 但是要比我们最近看到的数据要好一些 连安马基来自于Point 72 在本周 日本再次受到指责 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同样的政策 却预期得到不同的结果 你认为这一次日本央行最终会改变策略吗 在我看来 日本央行已经采取了不同版本的政策 日本央行在本周公布的政策相当地具有创新精神 和其他央行所实施的政策不一样 尤其是会将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目标设为0%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在政策上的改变 我觉得这一次的政策和之前进行的尝试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这次的尝试如此的重要呢 因为这明显是给财政政策开了绿灯 日本政府可以尽情地提高财政预算 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仍然会很低 这项政策将会大幅地增加政府支出 税务将会下调 不会对利率产生任何的影响 至少是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 根据经济规律 通常扭转财政刺激将会导致更高的利率 但是这条规则并不适用于日本 所以我真的认为这一次的政策如果和财政刺激相结合的话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给日本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好的 美国的经济在过去一个季度 也就是第二季度的增长十分的缓慢 但是本周公布的数据也表现出了对未来的希望 那么你如何描述目前经济的景气程度呢 美国经济正在以一个缓慢而稳定的速度进行增长 已经有所上升 在去年 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 在最近的一个季度中 美国GDP的年度同比增长为1.3% 在未来可能会被扭转 我预计在第三季度的增长位于3%左右 所以我们将会看见更加强劲的数据 在第二季度 消费者支出增长了4.3% 为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尽管整体经济增长仍然处在疲软状态中 但是消费者支出作为经济的基本面的驱动因素 依然是相当强劲的 其他因素在第二季度陷入困境 实际上在第三季度 消费者支出不会过于强劲 但是仍然会相当的稳固 其他因素可能会出现大幅的回升 例如库存量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下跌 这种情况在第三季度不太可能会继续 公司在第三季度可能会建立起一些库存 这将会推动GDP的增长 我看好在第三季度会出现相对强劲的增长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会从缓慢的经济增长中复苏 但是要比我们最近看到的数据要好一些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除了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和备受期待的12月加息声明 你还会关注哪些其他因素呢 的确这里还有一些关键因素 我认为美国的就业报告将会是关键 如果说像我预期的那样 就业稳定增长 失业率下跌的话 将会更加坚定市场 对于今年年底加息的预期 对于资产市场来说是有利的 因为这将会确认美国经济增长稳定 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 不会过于激进 在过去几个季度 我们反复地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就业报告将会是重要的指标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美国SM制造业指数 制造业部门在恢复的过程中 陷入了低迷 在上个月 数据下跌到了50以下 我将会保持积极的市场情绪 如果9月份的数据回到50以上的话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山梅雷迪斯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